我们所能知道的是,这些珍贵的影像如今珍藏在美国国家图书馆。 在这个档案编号为16924号的画面中,那个被中国人和外国人簇拥的老人是风烛残年的李公章。 这个几乎是当时中华帝国中流砥柱的老人,步履蹒跚,恰是国运衰败的象征。